欢迎来先到政治,我是启耀 在小学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种人 这种人通常看上去一表人才 读书读到很厉害 头发书高高 这种人通常是不会被邀请到朋友的生日派对的 你不要看着我,不是我 是塞沙迪,Muda的塞沙迪 这次的团结政府组成的秘书会议 邀请各个联盟党来商讨怎样建构更好的国家 唯独Muda没有被邀请 那当然Muda的秘书就要出来打圆场了 阿米尔就讲,一切都是沟通的事物 不管大党小党呢,都是政府的一员 然后甚至呢,引述当今大马奖的 他讲,没有我们就没有当今的政府 有时候呢,还是要称一称自己的重量 才讲几分话 那安华,我就代表安华来回你了 安华会怎样回?用英文标准的英文回你 we don't burn you 鸟都不鸟你啦 为什么不鸟你?怎样讲? 虽然他的分量小,他只有一个国会一席 Muda只有一个国会一席 为什么他会不接受邀请呢? 在很多人的眼里就会觉得安华 没有把Muda当成卡基纳 没有把他当成自己的一员 但是为什么? 他用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呢 政治现实 首先呢,在上一届的大选的时候 其实Muda,他其实赛萨迪是有非常有影响力的 你回想之前,尤其是当我们要让这个18岁以上的人投票 我们降低了这个门槛的时候 再加上赛萨迪在更早前的那个前政府的时候 他做的是青年体育部部长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作为 所以西蒙其实是 还是把Muda看成是自己一个很好的盟友 在柔佛的国会议席上是派给Muda打6个国会议席 但是其实就在那一件事情上呢 就有引起另一个盟党这个成信党的不满 那成信党是不满 为什么Muda可以拿这样的国会议席? 尤其是在这个丹荣比埃这个国会议席上 他是非常的不爽 结果大选成绩出炉的时候 这6个国会议席 Muda只打下一个 也就是赛萨迪他的老窝 这个麻坡国会议席 其他人都是全军覆没 所以到这个情况下呢 Muda在整个政府里面 148个联盟政府的一席只占一颗一席 而更加残酷的现实就是 Muda所吸引的很多就是开明派的马来人 还有一些因为他很帅而被迷惑的这些 这些妹妹们 可能华人妹妹们 所以本身其实Muda的这一个票员 票仓跟这个公正党也好 还是希盟其实就是有冲突的 你想在这一些比较高机率 飞木星还是开明派比较多的这种马来区上 成信党还是其他政党 其实每个人都想要派自己的这个党员去产 分这个肥肉 Muda在这个团结政府里面 其实他没有帮到任何东西 他就是一起来分肥肉的一个小政党 那如果你进来是没有提供任何的价值 只是来分肥肉的人 谁会欢迎你呢 自然而然Muda被排除出去也是情有可原 就是对塞萨迪来讲 他这个那么疯疯火火的人 他最近到底有做到任何事情吗 其实你看到塞萨迪在国会上 什么国家议题上 似乎没有什么曝光 我最近看到他两个事情呢 第一跟杨巧双拜年 第二个呢 就是跟什么一帮印度人一起去rap什么歌的 其实那个rap是蛮值得看的 那些印度人把它roze到残残 他就讲一些非常空泛的话 什么那blood malicious 这样那些很空的话 你可以去大概看看两分多种 为什么还会这样得空 我觉得就是跟他现在很尴尬的处境 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他是政府联盟的议员 但是他没有入阁 他也没有被安排任何的政府的职务 换的言之 他在政府基本上出席国会 是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的 另外一点呢 如果政府做了任何有错误的事情呢 他也不能像反对党这样子开始炮轰 攻击给人民看到我们在监督政府 他也不能做 因为他跟他们是联盟 所以他基本上呢 现在就是夹在这个团结政府和国盟中间的一只小老鼠 也是标题讲的 两只大象中间的这个小老鼠 两边的人呢都不鸟他 他现在呢 讲西盟也不是不讲西盟也不是 他就是没有事情做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他能够生存吗 一个政治现实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 政党或政治人物在政党上 你没有发表任何东西 没有做任何东西 你在报章上没有出现过你 慢慢的选民就忘记你 你没有做任何东西 为什么要把票投给你 就是这样的简单 我觉得 MUDA的下一步 该怎么走 我看了刚刚好 我才POST的那个投票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希望MUDA 继续留在这个政府里面 打安全牌 就是暴露的 大部分的你们呢 很多都是这个团结政府的支持者啦 完全明白啦 因为团结政府多一个一席 是更加稳定一点嘛 为什么要特地少一个一席呢 但是我今天要比较客观的 站在MUDA的角度呢 我觉得是应该要让他自己走出来 另起如造的 他也不应该加入这个国盟里面 为什么 我觉得MUDA目前的处境 是nothing to lose 他只有一个国会一席 他出来自己选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东西好说的 但是如果他出来 这个团结政府里面呢 第一 在于 选区的划分上 他可以有自己完全的自主权 他要打哪一个一席 就打哪一个一席 所以他不会进到这个团结政府里面 给这些大的党所欺扬 所以不给他去产选 这一点就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第二点 当他跟这个团结政府 进行了这个切割的时候 在一些课题上 他可以去抨击团结政府 在其他课题上 他也可以去抨击国盟 所以他就可以形成一个第三的实例 你不要讲 哪怕是很小的好了 那至少他的言论呢 他可以畅所欲言 明白吗 可以去进行攻击 你只有去在报章上出现过 你有去抨击人啊 感觉上你有在监督人啊 你才有人投给你的那个价值在吗 如果你只是一个精进的人 什么都不做 这样你跟普通人民有什么什么两样 怎么要投给你 他之前呢 他邀请凯里要进他的党 真的是有点觉得他跟那个民政党有一点像 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啦 塞萨迪你的党将小就一个国会议员啦 你叫凯里进来 凯里不会自己去创党嘛 而且啦 我吐槽一下啦 讲到这边啦 凯里如果进了这个穆达啦 请问你塞萨迪还会是这个老大吗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凯里进来当然就是他做老大 他可能会屈服于你之下嘛 想想的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穆达其实邀请凯里呢 只是一个礼貌之举啦 Polite gesture啦 也不是真正要凯里进去这个打啦 所以 如果我讲 穆达要生存下去呢 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自己出来 专注的打年轻选票 不只是非穆斯林和凯里 是年轻的选票 以他自己 塞萨迪这样子的一个魅力呢 专注这一局去打 一直去抢这些票 这样子呢 还可以为他带来一线的生机 至于你怎么想呢 欢迎在留言区让我知道 让我们一起来闲聊政治 OK 我是齐哦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